快开开开开开 好 等等 让他进来 是 行 大人 人已带到 大人 你有什么办法求雨啊 大人 您不用求雨了 今日是七月十一 晚间会天降大雪 进都之困 历时可见 下雪 怎么可惜 七月 拖出去 拖出去 走 大人 您相信我 此天上身为罕见 百年难得抑郁 快快快 大人 快快 大人 您相信我 今晚兵会天降大雪呢 走啊 大人 快走 大人 清晓 请您相信 你去看看 快走 是 请您相信我 今晚兵会去降大雪 大人 何人喧哗扰扰 打扰殿下写青丝祈福 清晓姑娘 莫怪 这个人胡说八道 我正立马把他给撵出去呢 快快快 姑娘 请你相信我 今晚必定会天降大雪 小人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太史令大人 不如多留半日 看看是否真如其所言 真如其所言 这怎么可能呢 太史令大人 你看他如此笃定 搬出冯夕这个侍郎来 或许有用 这是冯夕的令牌 这是 太史据妙想 容不下你这样的才高之人 来人 请这位仙人出去 姑娘 搜 大人 赶紧走 赶紧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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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真是眼尖 不是我眼尖 如今京都大汗 也只有一厢人会出门带散了 所谓未雨绸缪 纵使此刻明月高悬 安置下一刻 不会有狂风宇宙 此话颇有哲理 倒是令人深思 老板 来两回蒸糕 好嘞 来 来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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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也不是差这两块蒸糕的人 我还有大事要做 必须得填饱肚子 方才是你愁眉不展 两块蒸糕下去 就要办大事了 天气 天气尚且都变 何况人世呢 丑眉不展的 也不是办法 嗯 兄台这些高昂 定能心想是成 我今日倒霉 求职不顺 不过没关系 过了今晚 他们就会发现 我是对的 宝复之恩 无以为报 这把伞 我就回赠给你了 不必了 拿着吧 马上就要下雪了 这是七月天 兄台高姓大名 我又还伞 去何处寻你啊 我叫冬月 风前月下 冬青花开 不如叫你 冬月 哎呀 算了 就叫冬月吧 你我萍水相逢 后会无期 这把伞 不用还了 战梅 三驱不读 想死我 外面何时喧哗 碰到个妖言惑众的 说今夜有大雪 居然有如此神通之 我看他只是为了求个职位 胡言乱语罢了 拿着吧 马上就要下雪了 是他 找到你太好了 醒醒 醒醒 兄弟 你就在这里睡了一宿啊 你是 不记得我了 我们昨天见过 我叫卢川 是探史局的私立 给 你的认知文书 你看我说得没错吧 的确是一夜大雪 你小子呀 算是攀上高枝了 让三皇子为你作宝 三皇子 给 你的伞 好了 进来吧 一周轻唱 月晚生 太史局私辰冬月拜见三殿下 我是来感谢殿下的 我知道是因殿下帮我说了话 我才可以入职太史局 昨日不知道您就是三皇子 所以有些失礼 你是说肚子饿了算是失礼吗 难道知道我是皇子 你的肚子就不饿了 那 还是要饿的 七月飞雪听起来 是个奇妙 是因为你有预知的奇才 不必谢我 我哪里是什么奇才啊 只不过是懂些关天之术罢了 宫门关闭得早 您先将近日的青词送回宫吧 是 昨日相遇 你说你是初来京都 又是如何解释冯夕的 其实我跟冯夕根本就不认识 这块令牌是我捡的 我当时那样说 不过是以为 礼部侍郎这个名头 好进太史局 谁知道一点用都没有 不认识 我去找随行的人 给三殿下背马车 危 遇如疏 不必命人来接我了 昨日归还的那把伞 可方便再次接也我 好 这边